我们做好人好事的时候 尤其见义勇为 确实应该掂量自己几尽尽量 你行菩萨心肠 有没有金刚手腕 那这是我们说 普通人的道理 当然更深一层 那一刻浩然之气起来 也不在乎身边 有没有谁帮手 你就压得过他 那母亲救孩子的时候 出现意外灾难 比好多男人的力气都大 鼓起跳响 这个东西 激发出来的潜质 那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如果当时 我身边 没有一个同事 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那么做 当然应该那么做 很多好事 我们时候想起来 自己做大人不够 而不是说 像现在人认为 你是傻 人太冒险 做肯定要做 最不计 再不计 你也要报警 有人管了 你管不了的时候有人管 然后他看我眼神 那个胸的程度 我至今只有两次 他还有一个是东北原的狮子 隔着栅栏 离着几十米 那个胸残的 他就是要是你 就要你命了 还是个牧师 我身边那个同事 就在我旁边 其实也没起什么作用 看上去是东北 好像有那股劲 长得也不矮 那结果就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我两个对视 他离得好远 给他吓得心里 直吐的时候 那搞不清 他是身边有光瘦 还是 最起码身上有力气 那长期搞这个 他自己就没有方位 肯定有 就这样过去 那再说一个 斗志的 那下了车 那有人 说我找不到 路了 一个女的 接电话 说他爸 就来飞机场接他 他没有去那的车位 反正想接几百块钱 要了你电话 显得很真 还让他爸 给我打电话 为了去保证 我一看当时就笑 我说来 好 那你女儿 哎呀 他是怎么搞成这个呀 你这是教育 你这个 保护的太差了 爸怎么当 然后 说完他 他是现在没钱了 赶紧呢 他说没卡呀 没卡 我说我这有卡 你赶紧打到我卡 我马上转给他 他一听 就不知道怎么好了 明明是给他 钱怎么又编给我的 一听了 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那你给我车背部 我走吧 他把电话挂了 我说好 我说叫个 是那个 出自车 我说把他赶紧拉到 那个飞机场去 往那有人接他 好好好 给那个女的急的 远地打断 直坐脚 你不帮就不帮吧 这冲人 你只能用这么 折腾怎么办 后续的我们再说 还有